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管理数学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西北角法 什么叫做西北角法呢 Northwest Rule 这是一个运输问题里面 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算法 最主要简单是因为它完全不考虑成本 这个的结果的话呢 我们往往都不是比较便宜的做法 但是它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解而已 那么最重要的什么叫西北角法 就是由左上角 西北方的这个地方做开头 然后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往下做 那么我们就称为西北角法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在前面也曾经介绍过 就是说花莲总供给量200 台东总供给量400 全部的供给量是600 需求的部分 台中台北高雄各自是100 300 200 我们希望找到这三这六个数字 能够横的加起来200 400 值得加起来都能够符合这个的总和 那么西北角法是怎么做呢 首先从这里着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200 这边是100 我们就先把它填100 这边当然不能超过100 因为这总共合在一起 最少最少也要0 填完100 这边就不要填了 叉叉 那么我们再往右边延伸 我们看过去 这边是200 我们这边就先填100 不用考虑成本 然后这边填下去了以后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100 那这边就是300的话 这边应该要填多少呢 200 要把它塞满 好 塞满完了以后 再往右边看 这边要400 所以这边当然就是200 那各位同学看到了 这两个地方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自由度 那么红色的部分的这个数字 我们称为基本变数 也就是说这个题目 我们曾经有提过 这里有五个方程式 12345 其实只有四个是限制式 真正的独立限制式 只有四个 也就是说基本的答案 只有四个 那么其中这两个 就是所谓的自由度 这个地方来说 非基本的格子就是两个 就是所谓的自由度 4加2 刚好就是6 那么这边的2是指的是什么 列跟行 R减1乘上C减1 R指的是Row C指的是Column 这是刚好是等于几呢 2 那么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了以后 我们后面就可以依此要领 看到任何的这样的题目 我们可以用西北角法 很轻松的把它全部解出来 好 我们来看看 较为复杂一点的题目 刚刚我们那个是三乘二的矩阵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四乘三的矩阵 西北角法 简单就是简单在 它根本不需要花什么脑筋 就直接就填下去就对了 从西北角这边开始着手 这边28 这边18 先塞满18 那么这边当然就不要 不要啊 这边都不要了 那么在下一步呢 在下一步我们再看 这边是28 那这边是几 10 10 以填满的这个28为准 那么这边当然就不要 不要 那就是叉叉 再往下走 这边是19 那这边是几呢 当然就先填9再说 填了9以后 这边塞满了 我们就打个叉叉 好 再往右边看过来 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呢 这边是9 那这边是23 那么我们填多少 可以把它塞满呢 14 这边一旦填了14 这边就打叉叉了 好 再往下走 这边是几呢 填满它 5 这边一旦填满 这边合在一起就 没有问题了 只剩下16了 所以这边加起来16 加起来19 加起来19 加起来18 横的28 这边是23 这边是21 就算完成了 可是这是最经济的做法吗 不见得 那么我们也顺便可以算出来 以这个题目来说 它的这个基本变数是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你们看到了吗 一 二 二 一 它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格式 往下 往后延伸 那么注意的是 这边总共有几个方程式 三 四五六七 七个方程式 独立变数 那就是只有几个 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自由度有几个呢 自由度是 三 乘二 也是六个 一二三 四五六 好 那么我们把它的成本算出来 成本是什么 这边不要了 四乘十八 这边十一乘十 六乘一九 这边是七乘以十四 这边是十二乘以五 那么这边是五乘以十六 四百七十四 建议同学记下来 因为我们在后面 我们也会把这个立体再拿出来 用其他的方法算 看看有没有比它更好 因为我们希望它的是 最佳化 就是所谓的最便宜的方法 这样子只是其中的一个解而已 但是我们希望越便宜越好 我们还要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退化解 什么叫做退化解呢 我们发现两边会重合的状况 那我们会以这个epsilon 来取代零 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各位同学 什么时候是退化解 那么因为基本变数跟非基本变数 一定要分开 因为我们到后面 我们将会去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确认它是最佳的解 最便宜的方法 那么一定要分成了基本变数 跟非基本变数的差别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是怎么做 以西北交法来做的话呢 这个地方同学都很清楚了 应该知道这是几 这应该是填17 填完了以后 这边因为两个一样 所以这边就不用说了 这边都是0 0 再看下去 这边17 要加到右边去 一刻在一起要35 我们这边就让它变成18 然后 这边就是打叉叉 打叉叉 这边也加起来要底下的 我发现这边要几 这边是0 这边是0 所以建议各位同学 你们这个地方 这里本来是 应该是要有数字的 它并不是要把它打叉叉的 那么我们这边要小心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用一个 Epsilon 一个1 来代表 有别于这个一般的 所谓的叉叉 或者是写0 当然写0也可以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当然就是打叉叉了 这就是我们的非基本变数 这还是基本变数 向右座的话呢 这两个 35跟28 当然这个地方是 只能填小的 我们就填28 28填下去 这边因为是把它塞满了 所以这边当然就是 没有 就是 差 好 再往右边做 这个Epsilon 其实就是0了 那28 这个加起来要是35 所以我们要填几呢 填7 最后一个 当然就没有选择了 就是3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个西北角法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退化级 这个Epsilon 绝对要留着 因为它也是基本变数 要注意 我们这个地方的基本变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非基本变数 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六个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西北角法 重点就是 西北角法 我们实时凑答案出来 那它只是让各位同学练习而已 往往都不是最佳解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成本 那么 各位同学刚刚在做 这些例题的时候 我们也不断的强调 基本变数 跟非基本变数 那么 我们必须要活用 一定要辨认得很清楚 这一部分来说是 对我们的最佳解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观念